大家好,我是姨雪 那想要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的原因是這個設法 玩耐玩生活 首先今天是要感謝教典 今天那個月亮他在找我來分享 其實我真的是在留意說到底要不要 然後其實我看到你們的一個 上面這一段話 我覺得分享他其實就是夢想花出的第一步 然後他也是支援會集的開始 所以我相信說有一些東西要做的話 就先在跨出地步 然後大家知道說我們在做什麼樣的東西 那我這個玩生活這個 我叫姨雪,可以叫我利友 那我本身是在健身房上班 那我在工作已經80到9年時間了 那在前三年的時候我發現到說 生活不想要這麼的平凡 我想要去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那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 所以他會有這個one line玩生活 那one line的話是什麼呢 他其實一開始我的構想就很簡單 那他其實就是一個玩 然後再加一個生活 那每一個人的生活其實都只有一種 你選擇怎麼樣去過你生活 其實都可以 沒有人說一定要去做怎樣生活 但是你生活想要怎麼樣去過 你想要平平靜靜的 比如說有些人興趣看書啊 那一些可能是有什麼樣的夢想跟想法 那我覺得都可以去做一個慈禧 那在這邊的時候呢 這樣怎麼樣開始 對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開始 其實是從我的行事例 對,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 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行事例 我自己的行事例是這樣 每一次都有一個代辦事項 嘿,想要做什麼東西 比如說想要去高峰彈跳 想要去飛行賽 那我今年的行事例 可能等到過年的時候呢 再把它騰過去 下一層 對,我覺得大家都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可能想去做的事情 你可能都會只有 欸,今年做完之後 欸,好像沒有做到 那就把它噴到下一層 有點重好了 從今年拿起到明年 寫到後年 對啊,所以我就覺得說 嗯 從這樣子開始 我覺得說 可以去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那 怎樣開始呢 就是糾管 對 那其實我覺得說 糾管是我們完生活的一個主要的主軸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像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提供一個平台上面 然後可以集合大家的一些熱情跟活力 那在這裡平台上面 我們去玩的東西其實可以不一樣 沒有說局限要什麼一樣的東西 但是首先一開始是 當然跳舞 比較想玩 對啊 那我常要問一下 其實大家都其實有酒團的經驗 其實從小開始大家都會去酒團 比如說在學校的時候 要上廁所的時候 不是酒酒黨的意思嗎 然後男生要打架的時候 對不對 這班子就這樣 然後去看隔壁湯 漂亮女生的時候也是會啊 其實我覺得酒團這東西是很平常 然後也是一個分享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這東西很好 然後我覺得自己想要去玩 但是我覺得說 我自己一個人去覺得 好像有點 有點猶豫的時候 那我找大概一起去 對啊 所以我第一次酒團的時候 我就去酒高棚彈跳 因為這個已經寫在我形式已經寫滿久了 對啊 但酒團之後之後呢 有一個比較那個 為什麼它會成功 因為你寫的時候 你找大概一起去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 欸你不是要去嗎 對 所以你脫多也躲不掉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了 對啊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了 我就開始想說 欸自己這樣玩的時候呢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我陸陸續續辦了大概到六次左右 對 那在這裡唸的時候 我有彎多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我去玩病狀的 對 那有輸入口嗎 對 然後我玩過 像前輩子有那個 Color Color 對 所以想要來Color Jump 對 就當 就是一個彩色彈跳這樣 那當天有人 是不是穿那個國際裝 我來也有 對 左上角那個的話 它是角色扮演 它是蘿拉 對啊 那這是高空彈跳方面這樣 然後呢 那我有去玩飛行傘 對 其實像飛行傘的話 也是一樣 就是有活動創意 呃 其實很多啊 就像這些東西的話 都是大家會想要去 那我覺得這樣在活動創意的時候很好 大家可以去聚集一些 想要玩的 然後他可能 有這樣興趣的人 在裡面的話 其實可以在一個 交友的一個方式上 我覺得可以認識更多人 而且 我覺得還蠻有話題 嗯 然後 公盤也有 公盤就是我在南投 剛剛有一個朋友 他是住埔里嘛 我家是住南投那邊 對 所以我們在埔里 那個魚池那邊就是 日月堂練習也是可以玩風範 這些都是我們的 之前修煩的一個項目的 然後 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 就是 慢慢的我玩了這些活動之後 發現到說 其實因為我本身是健身教練 所以我想說 其實可以再帶大家一些 運動上面的東西 帶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不只只有光光去店家上面 去做那些行銷 所以我想說 欸 那找大家跑嗎 那送嗎 可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比較困難 就是 我找人家跑的時候 他就覺得 欸 跑不了 跑不完 沒跑過 自從有記憶知道 我就沒有在跑步了 這樣 所以我其實希望 鼓勵大家 因為在馬拉松上面 不一定真的要跑到42公里 我們其實有短的 比如說3公里 10公里 對 可是這一步怎麼樣跨出去 我們就一起跑了 對 我們從一起出發 然後一起結束 對 所以 在這過程當中 不會有一個被拉下來 對 那我覺得可以鼓勵一些朋友 一起來運動 對 然後呢 我們有辦過這種 這是捷耳杯 捷耳杯 那時候是要用接力賽的 是要用接力棒 可是那時候我們想說 那 那我們就來用游泳圈好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變成是游泳圈 然後我說 那我們配備用騎拳點好了 所以也有那個人戴容帽過來的 然後也有戴挖鏡 可是那天真的很熱 比我越多 7月9的時候 那時候太熱了 對啊 那 就是用這樣寬吃上面 然後我覺得這樣可以去鼓勵一些 他想要玩的人 然後他想要運動的人 可以去踏步這一步 對 然後我們也有辦過這樣子的 團體跑 那 這樣子也是一樣 那時候就是找一個步調 然後呢 我們就一樣是從 出發之前呢 就整好隊 然後一起出發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插曲 對啊 像看到右上角那一個 那是我的會兒 不是我健身房會 對啊 還是要去澳洲念書了 然後他那時候130公斤 所以我就鼓勵他 就是一樣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跟運動 然後後面的時候呢 他其實有一點點難而列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其實在終點的之前 他已經繞到很蠻後面的 那我們在終點之前的時候 我們後面有人在顧他 可是我們其實跑到那終點之前 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時候 我們就全部人就在那邊等他 對 然後他回來的時候呢 他看到就是我們在那邊等他 他覺得 有人在等他 然後這種感覺其實 就是 感覺很好 對啊 對 然後這個 這是我們烏龜莊 對 我們有去參加就是 帶雨的 對啊 像我們就是烏龜莊一樣 是不一樣的形態 然後前面有一隻兔子 對 就是這樣 龜兔曬跑的方式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在運動完之後 跑步完之後呢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 我們有提供另外一個 我後來想要另外一個東西 因為就是跑步上面 有一些人他真的是跑不完 對 那他真的跑完之後 他腳真的太痠了 肌力不足的時候 那我在台中市政府那邊的話 我們有辦一個活動 就是同班運動 在每週五的晚上 九點的時候 那腳踏在運動 對 那我們會在那邊做基地訓練 通常在健身旁上到的一些器材 他們當然是用不到 在那邊沒辦法用 但是可以一些徒手的 然後一些基地訓練 然後一些 平衡啊 一些協調性啊 然後一些 心肺的訓練 我們都可以在這邊訓練這樣 對 然後這個 我們那天八度 對 就還是一樣 我覺得還蠻感動 就是大家還是一樣 想要運動啊 而且重點是在這邊 可以認識到一些 在你平常的適合的時候 你不會遇到的人 對 那在這邊的話 其實是另外一個交流的平台 所以大家 我覺得都還蠻有熱情的 蠻有熱情的 所以就會 就算那麼冷了 天氣還是會來 對 然後這是我們辦的運動會 對 然後其實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啊 其實生活啊 其實就是 我覺得這是三點 其實不是只有活生活而已 我們通常大部分我覺得 一開始都只有活生活 你可能是活在你生活裡面 對 但是我覺得 可能慢慢可以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上面 還有一個學生活 你要體驗你的生活 你要學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身體要學習放鬆 你要學習放慢一點點 有些人生活太過緊繃 對 那很多東西都是可以去做體驗 跟去交朋友 學功課會自己要 那最後的話其實是玩生活 玩出你自己的樣子的生活 對 然後如果人生不冒險 其實是一種東西 我自己覺得啊 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所以有些像在這邊有很多 像有些想要創業的啊 然後想要一些想法 想要去跟大家說 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的 覺得這真的太棒了 然後再 其實生活也不需要去做一些冒險的事情 對 在生活裡面做一點點不一樣的東西 也是冒險 你可能就是多走這條路嘛 平常都是走路的嘛 平常都是行摩托 你走一下路 其實也是一個冒險 其實他會發現它不一樣的東西 還有就像來這邊 來這邊參加這樣的聚會 對我來講 一開始也是一個冒險 在去年的時候參加的 但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這些東西對我都有幫助 然後呢 我又跟大家分享這個 我們的一個同學 他一開始他的個性是這樣 他是公務人員 對 那他之前要去參加跑步的時候 他是因為公司說 這個東西 如果你參加之後 你可以休半天假 所以那時候他參加了 三公里的跑步 那之後呢 他慢慢的開始 欸 你看他陸陸續續跑了好多 對 然後他自己也沒有想過說 他在今年 在前兩週的時候 他去參加那個東京巴拉松 42公里 跑完了 這大家都沒有想過的東西 那就是體驗你自己的生活 那想說你的生活 然後玩出你自己的生活 嗯 好 謝謝 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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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其實我們的話是 後面會有一些行程上 我們希望除了說 不是只有玩飛行餐禮 我們可能會有安排一個行程出來 從早上到晚上 然後一個這樣形成的一個主題性的東西 然後一個這樣形成的一個主題性的東西 你好 怎麼找到那些資訊 怎麼找到你 我們在臉書上面有本事專業 對 那只要打玩飛玩生活 那我的影片上面也有了 哈哈 待會可以跟你 所以如果抱皮的話也是在那邊 對 都是在那邊 那如果說禮拜五啊 我們有那個 激勵 算是每個禮拜五的 固定的行動 固定的活動 那大家如果說 其實 鼓勵大家也可以來看看 然後可以來體驗一下 晚上就是 在跟你們一起運動的一個方式 這樣 嗯 你們玩生活是你的副業嗎 還是你是 全職出來的 呃 現在是副業 所以你本身也是健身教練 對 我本身還在健身房 沒錯 所以就是 假日的時候就往手走 然後我們工作之後這樣 那你們大概整個 團隊裡面有幾個人 就是 我們團隊好 其實最主要一開始 是我自己在執行 然後之後我可能會找一些 幫忙一些活動上面的東西 然後有一些 呃 網頁上面的東西 然後有一些 呃 圖片的設計 對 我們網站上面有一些圖片的設計 有請其他人幫忙 但是 還沒有說 有一個真正的 對 所以真正的 呵呵呵 如果有興趣啊 可能你想要這樣玩活動啊 其實我們可以一起來 就是活動 然後運動 可以這樣子一個生活這樣 嗯 嗯 我想問就是說 呃 這個舞台啊 最後它 我有病什麼 就是 你的想像裡面 它最後是想要成為 什麼樣的一個樣貌 嗯 我 我希望在那邊裡面的時候 其實是之後 可以大家 呃 關於活動跟 那個運動上面 對 那活動上面 希望在活動上面 可以大家去找一些 呃 不一樣的主要團的方式 對 就是可能 它是一個 呃 而且運動生活的社群 對 是一張連社群 嗯 是 想問一下 禮拜五這段方法運動 大概留意一下 啊 啊 運動好 大概會9點 我們大概時間是9點到10點的時間 對 那一開始的時候 一樣是先 帶帶乾去做暖身 然後會做一些肌力訓練 那 後面的時候會再做一些核心 那最主要是希望說 可以把這些運動 可以帶到戶外 而且如果說可能 呃 那大家可以輕鬆開始運動 對 然後可以去體驗一些 呃 像 我那時候是因為那個 跑步那個 對 那那時候其實有一些人 他去跑了步之後 他受傷的時候 他就會問了說 怎麼辦 那時候在健身房上班 對 那他有時候是因為 不想要進去健身房 所以那時候才想 欸 在外面 可以這樣活動 嗯 嗯 那朋友有問題 來 最後一個問題 有沒有 我可以請教一下 為什麼會 踏入到這個 健身這個行李 是怎麼樣 呃 是看到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還是你 過去什麼樣的背景 所以會到健身 健身房 這樣子 因為 冷身 脊椎測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肢管 剛剛在座的肢管 對 我一開始是肢管 然後 後來的時候我是因為 脊椎測腕 那時候醫生就說 需要游泳 然後那時候就去游 游游游游 那時候已經在教人了 但是其實他真的 有改善 那後來醫生也是有 我的復健師他跟我講 那你還需要去做一些 記憶上面的訓練 讓你身體去做平衡 所以那時候我才又去加入健身房 然後去訓練 那有興趣之後 我才慢慢再去考證照 對 那我希望真的可以鼓勵大家可以去運動 然後跑步這樣 其實有時候這樣 有時候真的你不可能去 就像跑步一樣 10公里好了 你不可能會因為 會跑了10公里 你才去參加10公里的跑步 對 完全都是因為 你去參加10公里的比賽 你才會去跑完這10公里 那 就像在座有很多想法都是一樣 你一定是有相信這樣的想法 你相信這樣的想法 你應該是執行之後 那些想法 才會這樣慢慢一直一直實現 好 謝謝 謝謝怡允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